这是南方的狂风暴雨 这是北方的极度干旱 强国怎么了 大家好我是大树 强国最近又开始闹天灾人祸了 在强国多地的气温竟然高达40度 而河南最为恐怖 稳度计竟然爆表了直超50度 可能这个热大家也没有感受过 那么把蚂蚁放在大马路上 成群结队的蚂蚁竟然渺亡 我让你们看一下天气热不热 河南的微度到底有多高 烫死了 连无时无刻都停不下来的蚂蚁 这个时候都摊坐在了西瓜上 都得躺平 这是什么样的大环境 那当然这种热 老鼠上街都要满地打棍 大家看看 这个热是不是有点恐怖了 烫脚烫手 而且老鼠是永久性的躺平了 河南山东为什么不下雨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极其令大家 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 在我们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发生了 谁敢想象 火车轨道竟然能置尽一味 强国总在发生这种非正常事件 估计科学家都很困惑 这到底是哪门着热上冷缩 能把轨道搞成S型 还能一味 看来老天爷 真的是怒火冲天 吓得河南的土地都跟着颤抖颤抖 那事实上 河南这次的热 直接把河南打成了河南 就连当地的专家都不敢说谎了 承认现在距离重度干旱 也不远了 目前河南的这个汉情的一个真实的程度 到底是怎么样的 5月份以来 我们省的这个降雨量 比多年平均值偏少70%以上 半数以上的气象监测站点 目前达到了中汉以上的等级 重度干旱 特汉的范围不断的扩大 到6月12号 全省因汉不能播种面积达到了323万 当然啊 这样的干旱最影响的还是咱们的老农 为了让农作物活下去 他们得不停的浇水 关键是这水浇出去的还都是钱 小时候耳朵什么呢 总能比稍微脱一点 是 几年不行 是 你这人 你这小时候中的辣椒 你要不搅吧 他妈的要死 你要搅 你要搅吧 现在都搅过了 5岁了 好 小时候本来想说 今天收梅都收好 这就是我们的国人 老了找工作 人家不要 干回老本行去种田吗 结果老田爷还总惩罚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不是狂风 就是暴雨 再不就是大冰雹 可就在这样的绝境中 国人还得活下去 那么对此啊 河南省财政厅下发了3000万的抗寒保苗资金 可是当地居民一看这3000万 竟然对政府破口大骂 那么我们的政府到底做了什么 为什么让民众如此不相信政府呢 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里面的问题 您好 请问是河南省财政厅是吧 对对对 是这样的 我想向您求这个消息 我看这个网上 包括大河报上面也在说 这个咱们河南省抗旱 补了3000万的这么个资金是吧 对对有这个事 有这个事 那么它这个资金应该以什么方式 拨过来呢 或者说是直接补给 种地的农民呢 还是说购买设施设备呢 我们这个省里边的钱是先下到市县 然后市县财政局他们来具体再分配 在准备也没有明确的说这个钱的用处是什么 或者说购买抗旱的设备 或者说补给民民这个抗旱的水钱 这个这个还在研究 因为现在根据这个全省的汉情 然后逮据实际情况来走 咱那个新闻上说了 他有个前提不是也很清楚 这个钱现在还没下 马上就要下 哦 马上就下了 然后由市级再发到县级 再由县级 看怎么方案分拌下去 省级的钱就是 因为现在县直接到县 市和县同时都到 哦 行行行 那我们农民就在家等着 等着呗 看着总会有这个消息的是吧 对对 昨天 因为昨天这个新闻刚出来 当时新闻上写的也很清楚 但是根据这个汉情的一个实际情况 我们来然后实际的分配资金 我们简部说啊 这个钱是否补贴给了农民 但是我就想问问 这三千万 省政府都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 就准备下发给市县政府 然后具体的实施措施 再由市和县支配 这是不是很不负责任 甚至也不符合规矩 对吧 所以呢 有点心的人 咱们都知道 要么这三千万是作秀 要么呢 这三千万 就要被一些堂冠给挂分了 因此呢 很多老百姓啊 对此表示质疑 甚至认为发钱就不必要了 减少水费就OK了 三千万的康汉紫金 到你收到还有多少 我是不想了 但是在我想说 能不能给咱农民 最实在点 补铁划费 俺定不不 捡取点 遗留保险 这重不重 是的 最简单的呢 就是水费减免啊 大家也都收益 是吧 所以有人就讽刺到 河南的人工降雨啊 就是这三千万打下来的 事实上啊 河南这些天啊 确实是朝着老天爷 发射了多枚炮弹啊 但怎么炸 老天爷就是不下雨 可是突然这些天呢 河南竟狂风暴雨 一场及时雨 解决了河南的炎热 这种及时雨啊 对于老百姓来讲 确实是高兴的 但是有群人 却哭了 因为 当降雨季过量时 它就会变成冰 从而形成冰雹 所以河南这些天 除了下了一场暴雨之外 它还降了一场大冰雹 直接给农民在烈日下 不断浇水的农作物 来了场人工毁灭 看 你一味到这里边 全部都是烂番茄的味道 都烂了 下雨不打 它下了那个饼膀 然后扎了 把这给扎了 哎你扎呀 你给我干的人啊 这是国内吗 啊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些天灾人祸 包括世界人对魔控的态度 都好像是有意在安排时 在各方面的都在打击它 是这样吧 对 这就是天象变化 每一场狂风暴雨呢 都在刷洗这片土地 就像豆腐渣工程 该废的就得废掉 就像人一次次的叫醒他们 不行就继续天灾人祸 强制他们行 我说过啊 人可以给魔控面子 为了钱利益 可以出卖良心 但是老天爷却不给面子 而且 就是用这种简单粗暴 换灭魔控 老实讲啊 我个人认为 这块土地呢 不仅仅是出现了人祸 它的机制 结构 水土 植被 全部都被破坏了 所以才导致这些 所谓的自然灾害 频繁发生 咱们往后看啊 狂风暴雨 红烙 这是一定会出现的 在狂风暴雨之后 就是地震啊 中国会提早过冬 南方下雪 冬天会聚冷 沙尘暴这些会频繁出现 各种病毒开始复苏 我这话料在这儿啊 准不准我们日后见 不过大家要记得啊 我这里并不是诅咒 而是基于我们 现在见到的现象 我所进行的一个预测 说到这儿啊 我们再来说说 南方的洪浪 大家还记得 前不久的 梅大高速 他方事件 对吧 官方宣称说 死了48人 那把当时的事件 定性为 自然灾害导致的 然而这些天呢 梅州这边啊 又来了场大暴雨 结果在梅大的其他路段啊 或隧道又出现了 多处泥石流和坍塌的 这种所谓的自然灾害 广浮隧道 窗向塌方 六点到现在 堵到现在 是的 大雨导致的泥石流 或者塌方 从这个表现上来讲 确实是自然灾害 可是这段高速 要是频繁的出现 这样的事情 咱们且不说啊 这是不是 豆腐渣工程之类的 但是你强国政府 是不是应该 派技术人员 你勘察一下 或者说 做一些措施 以杜绝或防止 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呢 所以到底这个路段 是天灾还是人祸呢 我们就往后看啊 如果这段高速 经常出现 这种所谓的自然灾害 那大家就应该开始惊醒了 人祸的比重更大 事实上啊 梅州这次洪浪的主要原因啊 是因为福建 广西江西的水坝 泄洪导致的 我们看啊 光福建的水深 就有两层楼那么高 让我觉得比较震惊的一个 像我们看到上面的这个电线 我们在这个电线的上方呢 可以看到 有一些附着物挂在这个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椅子的椅背 然后还有呢 一个树木的树干 甚至还有一个进出门的出入垫 挂在了这个电线上 那就所谓明说 当时这个洪水的高度 达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啊 已经其实是把这些附着物 都留在了这个上 那这么深的水 全部流向梅州 可想而知 梅州为什么会成为 重灾区 梅州啊 真的是有够倒霉的 竟成为了梅州啊 不过魔供这样的水坝设计啊 也至少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其实很多洪水啊 是人祸 都是蓄水泄洪导致的 事实上的水是流动的 当它总是被蓄意拦截的时候 就相当于 它把一个巨大的力量 都集中在了一个点上 可能刚开始啊 咱们看不到问题啊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啊 它的地质就会出现问题 就会引发地震 水土流失的问题 那么我们把河水 想象成一个人的血管的话 血管堵了会怎样呢 所以魔供啊 只为了做一个 伟光正的工程 不顾及后果 那么必然就会导致 一系列的人祸 最后呢 我想对一直说 我在畅衰中国的 一些国人说一声 其实没有任何人 在畅衰中国 如果有本事 别人再怎么畅衰它 它都不会倒 可是现在的中国 面临的问题是 它的身体健康出了问题 那么我们把中国 比作成一个人的话 那这个人的五脏六腑 都出现了毛病了 那我们要想让它 长久健康的发展 这一定是不可能的 咱也甭管它换了 多少个零件 那都是维持生命而已 一个病泱泱的人 就算它有那个雄心壮志 它也没有精力 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那么好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 见